每年的4月2號是聯合國制定的世界自立證日 在這天會讓大家不管是剪藍燈或是掛上這個藍色色帶 表達說對這個自立證的支持 事實上,中華民國自立證基金會已經連續七年在我們臺灣的地標建築物101到了 這101是我們不僅是臺北的地標,也就是臺灣代表的建築物 在這點上的藍燈,今年除了10以外的總統府,內府的奧特德也共襄勝 我相信自立證基金會在網路有發動串連,希望大家能夠關注這個議題,了解這個議題 事實上,自立證在外觀是看不出來的,因為他屬於一種語言跟情緒的障礙 當然會造成溝通困難,還有與人之間互動的困難 其實是這樣,當然自立證如果早期介入治療,治療上越小治療,少一點發現少一點治療,還是有治療的效果 不過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眾能夠了解他們,也學習怎麼跟他們相處 其實他就是一個情緒障礙,只要跟他們相處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家就有一個,還好不是非常嚴重 但屬於高功能自立證,還可以唸出來,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後來我說看起來就怪怪,人家說你也看起來怪怪的,我說好好好 他每次都在跟我太太研究,到底是誰的基因遺傳 不過當然每個人都說那一定是對方的 我想是這樣,但是是這樣,自立證的朋友,你了解他,知道怎麼跟他相處 他也在這個社會,也還好,上班什麼都還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個活動,讓大家知道說 他就是跟你不一樣,但是不要解,你了解他,還是跟他相處 所以我說台灣要作為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 所以多元,我想透過了解 後來我發現,李翔每次講那五個互相,好像適用在所有的場合 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最後互相諒解 因為你互相認識,你知道說這個就是自立證 你認識他,知道他狀況,你就會了解他 那你也尊重他,這樣的話就能夠合作 最有時候是,有時候他還是怪怪,那就互相諒解而已 所以這五個互相,我發現這奇怪,其實不管是什麼樣的場合,還是可以適用 那我們就讓自立證,他在台灣還是可以快快樂的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那也希望說因為台灣,更證明台灣是一個共融的社會 好,謝謝大家